中文字幕 李宗盛 好 你看 這個是髖關節嗎 是不是 它是不是一個球 對 然後我們髖關節的這個臼 它本身 也是一個 凹凹凹狀 對 是不是 所以它不會有一個 正正放平的時候 它不會有一個 不費力正正放平 要不懂 因為它不是平的 這樣能聽懂嗎 關節本身是一個圓球 它的潮又是一個圓狀 所以你說它怎麼會有正正放 不費力正正放正的時候 所以它會 你如果不它會一直在 一直在 在裡面轉嗎 是這樣子 所以我轉到這邊 當我停下來的時候 一定是有肌肉把它拉 拉住 不讓它再 再轉 對 對 好像是這樣子 有沒有懂 對 看我的招式 招式動作 我收到那邊 喔 我停了 我停了 就不要它轉了 可是它本身是不會停的 它的結構是不會停的 對 要是沒有肌肉的話 它就會停 對嘛 它就是一個這個 這個東西 然後你上面有壓力 對 你上面有壓力 它怎麼會停呢 對 對 有沒有懂 所以它停下來 一定是有肌肉把它拉住 叫它不要動 停下來 那你要做下一動的時候 你再把拉住它的肌肉 看你要往哪動 把那個肌肉一放掉 它又走 哦 走了嘛 聽不懂 它又抓住了 抓住了 我要它回來 從這個回來 再一放 它就回來了嘛 哦 意思 聽不懂 那你要了解 它本身就是一個圓 它不會 毫不費力的停住的 我們這樣子它不動了 是因為你有兩個 兩個啊 它相互抵住 相互抵住就不動了嘛 那如果只有 只有一個的話呢 有一個它一定是一直在動 它一定是在動 它一定是在動 有沒有懂 這樣了解了齁 所以你就要去理解 我這個動 動作一放 哦 它往這滾了 到這邊 自然的滾動 是到這裡 停了 就好像你一個 一個 一個 自由落體滑動的東西嘛 它到一個這個地方 要起來的時候 它一定停 停了嘛 因為 動力 因為動力不夠了嘛 對 所以它自然 在這邊 停 這樣 這樣我懂 蛤 蛤 蛤 就是這樣子 蛤 所以去掌握 去掌握 去掌握這個 這個難嗎 骨盒還是要保持到皮 不過如果扭 現在扭起來 真的比較容易 你扭 你還是在用力啊 嗯 我是你 我是不要你 用力啊 要不懂 再試試